丹阳阁与丹方同盟近百年 我岂敢做出不遵方主之事 只是不得不防啊 谅你也不敢 不过你说的没错 先来的小家伙是该敲打一番 九剑山不是想抱春香楼的大腿吗 你去通知崔若林 我们一路就能够 一同去一趟九剑山 来来来 再陪皇爷喝两杯 皇爷全场消费 有人买单 你花我的零食很开心嘛 若林帮你杀了他 免得你日后烦心 练丹师 事后再帮你介绍一位 千伯 丹师千万别担心 我可以免费帮你炼蛋 跟我走 否则死 师父 您回来了 家传阵法已被弟子刻录在预检中 只是有些阵法残缺 弟子也无法修复 拥有阵法正义 修复残破阵法不成问题 正好下个月刷系统抢力 这些阵法 为师修复起来也有些麻烦 给为师一个月时间吧 残破阵法如中 研究数百年也无法修复 师父经只需一个月 跟着师父修行正法 我必定能更上一层楼 你过来 我有话对你说 前辈不知道会怎么对付我 应该不会杀了我吧 不管你前辈提出什么要求 我先答应下来再做打算 师父 这能成吗 请师父的 就这样去做 皇生 咱们来算算账吧 什么账啊 晚辈记得从未得罪过前辈啊 你在春香楼花了我的灵石 你对我出言不逊 让我心灵造成伤害 为了你 耽搁我不少时间 你说 怎么赔我 我要的也不多 一千万灵石 咱们前债两清 前辈 您再开玩笑吧 不如晚辈帮您炼制两炉丹药 此事便作罢 再给你一次机会 重新说 晚辈只是个被单房赶出来的废人 你老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和晚辈一般见识 什么情况 你是否 还在为前途迷茫 你是否 赞个生存忧心 你是否深感自己是个废物 自从离开单房后 我受人妥麻 遭人排挤 我没想到前辈竟如此支撑 我心中感受 还尽前辈指点 你面前还有一个选择 加入九剑山 我将助你成就无上单道 你可愿意 没想到前辈如此大量 愿意收留我 晚辈愿意 晚辈愿意加入九剑山 为了前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不要你死 我要你活着 好好炼制丹药 最后你会很辛苦的 要搞定一个不愧是我 欲藏风还不来拜见本座 你就是欲藏风 来行礼吧 这货谁啊 元喜是丹阳阁阁主 半步原因休矮 丹阳阁阁主 很硬气嘛 本座的丹阁阁 乃是雷泽中最有潜力的势力 未来雷泽中的一流势力 你可知道 有单访这座靠山 雷泽谁敢不给我三分剥免 应该上会有人找麻烦来 郑主还没出面 我先试着套他的话 啊 失敬失敬 元阁主来为九剑山 真是蓬毙生辉 元阁主来死 应不是只会和我说这些吧 你九剑山走了狗屎运 输了丹坊的法眼 现在本座给你一个机会 做丹阳阁的附用 你将会得到丹坊的庇佑 房主 九剑山不过初入雷泽 何须房主亲自跑一趟 不如让若林代劳吧 丹坊竟这么快颠上了九剑山 也不知欲藏风能不能应付 我想办法帮他一办 大夫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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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